骑士遭到远景攔查 熄火用手机录影却爆发争执 你现在操控机车 我操控什么 我这样怎么操控 双方对话口气越来越差 远景认为骑士边操控机车 边使用手机录影 车子有没有发动 先回答我 这个跟发动有什么关系 机车熄火没发动 难道骑士坐在上头 用个手机也有错 你是不是在操控机车 不是 我现在没有在动 我没有在动啊 你为什么没有在动 没有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给我的手 远景突然一个动手 过程却被骑士录下 事发在新北金山台 二线二十九点二公里处 二十六号晚间十一点三十五分 骑士遭到警方攔查 因为熄火用手机录影 引爆争执 远景一度动手推机车 证明警员当下情绪失控 结果来的是也是他们分局的 然后告诉 竟然告知我说 我没有暗游 你身上也没有伤 我没有办法 对他提出任何告诉 所以他没办法受理 针对骑士控诉 警方出面回应 以单手骑程机车 另一手持手机 沿线拍摄 警方执行状况 本分局 红信远景 发现上些行为 预览查 而针对远景动手推机车 骑士已经提出告诉 全案进入司法程序 议验商 虽然骑士违规在线 不过远景态度恶劣 还动手 让骑士实在无法接受 记者注定了 各位顺心本采访报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